聊斋之意 普松明 白话翻译 贾珊珊 鸟语 河南境内有个道士在村中化缘 吃完饭后听到黄黎叫 就劝主人防火 问他为什么 他说 鸟儿说大火难救 可怕 大家都笑他 居然不去防备 次日果真起火了 连烧了好几户人家 众人才惊服道士的神明 爱从热闹的人追上他 称他为神仙 道士说 我只是能听懂鸟的语言 根本不是神仙 正好有只黑花雀在树上叫 大家询问鸟儿说了些什么 道士回答说 这鸟说 出六生的 出六生的 十四十六就死 谁想 这家生了双生子 今天是初十 不出五六日 应当都会死的 众人一打听 真有一家人生下两个男孩 不久又都死了 生死的日子与道士说的一样 县令听说了道士的神奇 就邀请他到家中做客 这时 有一群鸭子走过 县令就问他 鸭子叫什么 道士回答 大人肯定有家人正在吵架 鸭子说 算了算了 偏向他 偏向他 县令十分佩服 原来县令的妻子和妾在吵嘴 吵烦了他便出了房间 于是 县令就把道士留在衙门中 恭敬地款待了他 道士不时地辨别鸟语 多数都说中了 然而 道士质朴 说话随便无所顾忌 这个县令最弹财 一切地方商购给衙门的物品 他全部兑成县钱收入自家囊中 一天 县令和道士刚坐下 又走来了一群鸭子 县令又问他们说什么 道士回答说 今天说的和以前不一样 他们正在帮您算账 问 算什么 答 他们说 蜡烛一百八 银珠一千八 县令一听很羞愧 怀疑道士有意嘲讽他 道士就请求离开这里 县令不同意 过了几天 县令请客 忽有杜鹃叫声传来 客人问鸟叫什么 道士回答说 鸟说丢官而去 众人大惊失色 县令大怒立刻把道士赶了出去 过了不多久 县令果真因贪污罪丢了官职 唉 这些都是仙人的警告 可惜县令最心于贪欲 就不顾倒危履险 不肯醒悟啊 山东人把禅叫做烧千 有一种绿色的禅叫兜辽 县里有父子俩都是读书人 两个人将要去参加岁考 忽然一心上停落一只禅 父亲高兴的说 烧千是好兆头 一个书童看了看 说 什么烧千 是全部了结 父子俩很不高兴 其后真的没考上 就好 了吗 我们就好 封焱我